舒本华在世时 他的哲学整整沉寂了三十多年 最终 他像一个从一场长期艰苦的战争中凯旋的英雄 顿时名造全欧 欲满天下 各国人士络绎不绝地去拜访他 全国的报章杂志不断登在他的名字 他的信徒们 三番五次替他做肖像画 做雕塑 当神一样供奉在屋中顶礼膜拜 我们这位素来被称为极忧郁 极悲观的哲学家 最后乐观地躺在沙发上刻然尝试 近代很多思想家 文学家 艺术家 如尼采 科尔凯郭尔 瓦格纳 托马斯 曼等 无不直接或间接地 受书本华哲学的影响 其中有以尼采所受的影响最大 这位狂傲不羁的存在主义先驱 在回忆购买书本华的代表作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情景时 这样写道 一个不知名的幽灵 悄然对我说 赶快把这本书带回去 我一回到家 随即把我的宝贝翻开 我屈服在她那强力 崇高的天才魔力之下了 她花了14天的功夫 几乎是费尽忘失地沉浸在那本书中 书本华为什么被诸多名人追捧 让我们来看一看她独特的一生 书本华1788年2月22日 诞生于波兰格丹斯克 她父亲名叫海因里希 弗罗里斯 母亲名叫约翰娜 亨利德 两人在1785年结婚 当时海因里希38岁 约翰娜19岁 书本华的先祖缘是荷兰人 在她的曾祖父时代才一居格丹斯克 他们一家 素来就是有钱有势的地方望族 俄皇彼得大帝和皇后凯瑟琳 到格丹斯克游览的时候 她的家就作为俄国皇室的专用招待所 她的父亲个性刚愎而且暴躁 但天资甚高 具有商业头脑 并且早年曾旅居英 法多年 英 法 文学知识相当丰富 对法国启蒙思想家 哲学家福尔泰尤为偏爱 她在政治上主张自由民主的共和政体 爱好自由 尊崇独立 她很欣赏英国的政治和家庭制度 因此家庭布置及家具等 都是仿照英国的风格 书本华之所以对英国独具好感 大概就是因为她在幼年时期耳濡目染 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此外 她的父亲还抱有世界主义的理想 她企图把书本华教育成世界公民 之所以为书本华取名阿瑟 就是因为此名可适用于欧洲各国 据说 书本华的父亲 相貌长得可令人不敢恭伪 她身体矮胖 广阔的脸上 线了一双突出的眼睛 鼻子粗短朝天 嘴巴又宽又大 并且从小耳朵就不太灵光 书本华的母亲约翰娜 就姓叫特罗之内尔 她的父亲是格旦斯科士医员 她 聪明美丽 富有文学才华 曾出版不少小说和游记 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女作家 外语也说得很流利 她和丈夫 性情本来就不甚相合 所以 经常借娱乐活动来减少摩擦 旅行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就这样 书本华小时候 不时随着父母出游 书本华说 性格或意志 遗传自父亲 而智慧遗传自母亲 这大概就是 他自己的现身说法 如果这句话可以成立的话 书本华在先天上 已经剥下怪癖和天才的种子 1797年 书本华当时9岁 随父母游历 突经法国 在巴黎近郊勒阿富尔滞留一段时间 海因里希为了 使孩子彻底学会法语 把她托付到一位商业朋友 古列夫埃尔家中 然后夫妇协同回到汉堡 书本华在此地总共住了两年 和古列夫埃尔的孩子安提姆 同受私塾教育 这一时期 是书本华一生中最愉快 最值得回忆的欢乐时光 1799年 书本华返回汉堡 进了学校 但他的教育 完全是为了适合将来从事商业的需要 是他父亲的刻意安排 他父亲一心想让他继承自己的一波 他在法国受教两年 法语异常娴熟 对自己祖国的语言 反倒几乎完全忘却 因此 在家里又同时勤修得语 他的父亲是商界名人 母亲和当时文艺级人士 大半都有往来 很多名人雅士 经常到他家做客 也许是在这种两乡比较之下 他开始厌恶商业生活的庸俗 和那种试快味 心里从此埋下学术的种子 书本华曾向父亲要求 转入普通中学 一开口就遭到言辞拒绝 后来 他父亲也渐渐察觉 书本华的请求 并不是小孩子意识天真的瞎想 他父亲开始意识到 事态严重了 不过他父亲并不是那么冥满不灵 也不是存心要扼杀独子的兴趣 只是文人命捡的观念 让他始终不愿意 轻易放弃原有的计划 商海的经验阅历 让他很懂得人的心理 他知道 此时此刻采取高压手段 是罪于不可及的事 于是他绞尽脑汁 想出了两个方案 让书本华认则其一 一是顺其本意 走学术研究之徒 进入高等学校就读 二是加入他们夫妇 出游旅行的行列 1803年春天 书本华在双亲的陪同下 开始周游欧洲各国 三人一行经荷兰远渡英国 再转到法国 意大利 奥地利 瑞士等国 历史近两年 才折回汉堡 一年初 遵照父子间的事先约定 书本华开始过商业生活 首先在他父亲某志友的店中实习 但他对这种行业 始终提不起兴趣 经常偷闲看书 或单于沉思 晚年 他曾回忆说 他恐怕是最差劲的店员 几个月后 书本华的父亲忽然去世了 尸体在他加骨仓旁的 运河上浮出水面 是不慎失足 还是跳河自杀 原因无法证实 不过一般风评 认为是后者 双聚的约翰纳 原本就不喜欢汉堡的商人社会 和书本华的个性 也格格不入 于是他在整理完王夫的遗产后 急同其女阿德莱 移居魏玛 当时魏玛人皆地灵 堪称文人惠罪之地 德国文学巨博哥德 以及席勒 威兰 格瑞蒙 麦尔等诗人才子 均汇集于此 以时传为美坛 约翰纳携带为数不少的钱财 赚到魏玛后不久 即与这些文人雅士定交 果从频繁 书信来往密切 过着奢华放浪的生活 当时 书本华仍信守当时的约定 独自留居汉堡 继承父亲的遗志 不过他对商业生活的 憎恶与厌烦 却是逾日俱增 那段时间 是他一生最黯淡悲惨的岁月 据说他当时情绪忧郁 处境恶劣 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 他曾数度置书其母 祈求让他辞去这个工作 所以母亲也能谅解他的苦衷 终于应允下来 这个意外的好消息 使书本华感动的落泪 从此 他才从囚徒般的生活中 解脱出来 踏上学术研究之徒 这是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 书本华十九岁 自此之后 到1813年 完成博士论文 论充足理由率的四种根源 为止的六年间 他都是一连串的学习研究 这是书本华之所以称为 书本华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这位智力异常丰沛的哲学家 此时充分表现出 他惊人的学习能力 后来 由于他在公开场合 公然击评某位教授 传到这位教授耳中 教授气愤之余 就利用私人关系 所使书本华的老师停止不息 在这种情形下 书本华为维护个人荣誉 最终提前离开科塔 前往卫马 在卫马 书本华并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 而是另租房子 他在这里心无旁骛 又买手书中两年 取得大学旁听学历 然后进入格丁根大学 后转到柏林大学 这六年间 他狂热地学习 他的脑子成了知识的大杂烩 书本华成了最渊博的作家 语言 文学方面他最拿手 从他的作品 对古典语言文化的一再推崇 我们不难推断 他的希腊文 拉丁文 造诣高深 他的英语 简直让英国人误以为他是老乡 他听课时有记笔记的习惯 然后再整理 同时付诸自己的批评 一丝不苟 再加上独特的个性和见解 从不人云亦云 盲从负荷 如果教授和他的意见不相同 他会立即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错误 他的哲学系统 就是这样逐渐树立起来的 难怪书本华曾经自豪地说 这就是我能够有权威 很光荣地讨论一切的原因 人类的问题不能单独研究 一定要和世界的关系联系起来研究 像我这样 把小宇宙和大宇宙联合起来 这是一个奇异的哲学皮子 以书本华家的财富 他原本可以像花花公子一样 榴莲歌台舞械 沉迷之粉丛中 尽情享受 商业环境也尽是这样的机会 他却偏选择学术研究 以书本华横溢的才华 钻研任何学科都可展露头角 光耀门眉 他却唯独爱上哲学 终生无母 无妻 无子 无家 千秋万事赢得忧郁 多疑 孤独 暴躁 厌世 悲观 愤世嫉俗 仇视轻蔑女人 诽谤爱情的名声 这一切的一切 岂非天意 书本华与众不同的性格 实所罕见 一般研究者都认为 书本华愤世嫉俗的怪僻性格 和悲观的哲学 是由于他的著作 未能为世人所了解和接受 失望之余而产生的变态心理 但是他特意的性格来自天性 至少按照书本华自己的解释 应是如此 他说过性格遗传自父亲 书本华把他的论文送给母亲 他母亲不仅不感兴趣 反而计较说 他的书根本卖不出去 书本华也不甘示弱地反唇相机 你的著作 连堆破烂的屋子 都不藏一本的时候 我的著作还会有人读他 彼此针锋相对 争吵欲裂 最后 母亲气愤地把他推到楼梯下 于是我们的哲学家 尖刻地对他母亲说的 他只会因为有这个儿子 而留名后世这些话 果然都应验了 1814年下 他离开卫马 到德雷斯顿住下来 因为那里交际太频繁 当然也为了逃避女演员的诱惑 他就此永远离开了他的母亲 虽然母亲此后又活了24年 但直到他母亲的晚年 彼此才恢复通信 书本华在他的著作中 几乎把女人批评得体无完肤 但他还是有过一次如痴如狂的恋爱 若非他及时挥起挥剑斩断青丝 书本华的后半声控将完全改变 那个令他疯狂的女人 是当时宫廷戏院最有名的女演员 名叫卡罗林 叶格曼 她长得娇小白皙 曾经是魏马公爵的情妇 书本华离开魏马之前 开始和歌德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 这两位名垂千古 照耀世界文坛 哲学界的巨星 似乎都有洞察英才的慧眼 书本华评素自视甚高 许多名家学者 都被他批评得一无是处 唯独敬爱歌德 只要歌德飘逸的风姿 出现在他家的客厅 书本华整个心神 立刻就会被吸引 歌德对这位年轻的哲学家 也非常其重 在耶娜 有一则故事可以证明 毛一天有一个聚会 大家围着一张茶几闲聊 唯独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 独自退到窗边 神情很肃穆地在沉思 几个女孩子 便开书本华的玩笑 歌德刚好走进来 问大家有什么好笑的事情 众人一起指着书本华 歌德责备道 不要取笑这位少年 将来他会比我们都更了不起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 在书本华决定以哲学为 终身职业之日期 他就认为自己是天才 是杰出的哲学家 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感 造成他孤独怪僻的个性 他蔑视俗人 拒绝世俗社交 深恐被凡俗的恶德所玷污 他瞧不起一般学者 认为他们只是为了牟利 只知道迎合世俗的要求 不是为学术而学术 这样的生活 也经常让书本华内心 感到寂寞和痛苦 但他自我勉励 这样对自己说 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哲学家 上苍叫你 从事这种工作 切不可心有旁骛 也不要走别人的路子 要保持高尚的心智 培养超俗的见地 痛苦和失败也是必要的 正像一艘船 必须要有压舱祸一半 否则 船就成了疯的玩具 很容易轻浮 痛苦是天才灵感的泉源 假如在生活中 处处都能随心所欲 过得舒坦 莎士比亚 哥德的诗句 又怎么会诞生 柏拉图还会有哲学思想 康德还会有 纯粹理性批判 船是骂 他的自负 使他极为重视个人声誉 他自信自己的成就 应当临驾黑格尔支流之上 事实上 他所得到的却是冷遇 莫是何被遗忘 长期的孤独和抑郁 让他的性格 越来越暴躁和怪癖了 他常被恐惧 和邪恶的幻想所困扰 他在睡觉时 身边放着实弹手枪 他更不放心 把自己的脑袋 交给理发将的剃刀 只要听到传染病的传言 他便吓得往外飞奔 在公共场所艳影的时候 他都随身带着皮纸杯子 以免被传染 他把票具藏在旧信封里 把金子藏在墨水瓶底下 舒本华虽然愤世嫉俗 但对人类并没有失去同情心 他很善于经营他的财产 到临终时 财产几乎增加了一倍 虽然他认为 挥霍比贪婪更可恶 但生活中的舒本华 却并不吝啬 许多贫苦的亲旁 雄困的邻居找他帮忙 他从不推辞 他还是德国爱护动物的提倡者 同时 舒本华的遗嘱中也指明 他的财产继承人 是1848年革命后 组织救助残废军人 和孤儿寡妇的协会 此外 用人和狗都得到一笔丰厚的财富 由此可见 舒本华宅心人后 1858年 他70岁生日时 人们从各地来拜望他 贺涵从世界各地四年八方向他涌来 随着生育日龙 他的为人也日渐和蔼可亲了 他又活了两年 享受他迟到的圣域 1860年9月21日 舒本华起床洗完冷水浴后 独自坐着吃早餐时还好好的 一小时后 用人进来 发现他已在沙发的一跤去世了 每一次想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 我一生只喜欢读用血泪完成的著作 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舒本华